野餐呢是一個非常好聊八卦跟彈性的時間 你現在日文學得怎麼樣 沒有在學耶 真的啊 對啊 都在講中文在台灣 所以他學會中文 對啊 其實我第一次來就是點到這一道 之後我每次來也都只有點這一道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家的這個葛露真的吃到新鮮 然後那個醬汁真的沒有在跟你做慶 而且我覺得他神奇一點 是他醬汁啊很入味 可是他的麵不是爛的 他麵是硬的 對 便宜硬喔 QQ喔 這是什麼 這你們也沒吃過 自己的問題 對啊 這是淡菜 哇 這個也很誇張耶 我愛淡菜 他們家的海鮮 給的份量都足夠到不行了 我好愛淡菜 可是這個吃完晚上整個很有火力 真的 你要什麼 我發現豬油一定會帶朋友來這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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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要啦 我不得要啦 好爽 欸 我看到 我覺得他這個比淡 被電到被電到 我覺得這個比淡菜汁還爽 完全不同的感受耶 不同的感受耶 嗯 怎麼會這麼好吃啊 所以之後來自他店大賣的是麵包 哈哈哈 而且我喝他們的紅茶 因為剛剛在店裡喝他們的紅茶 我剛剛覺得非常好喝 它紅茶好喝耶 是這樣的古早味 對 然後甜 可是它的茶味算是滿清透的 嗯 它的飯酸酸的是醋飯嗎 好像是 是 對 比較日式醋飯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東西就這樣古早味 就更適合在我們這個古城牆上面來 Picnic 我沒想到它的飯糰是好吃的耶 嗯 是好吃的 而且如果你來 來這邊野餐啊 你就是可以不用特別準備食物啊 或是餐具或是墊子等等 你全部都用租借了就好 對 所以這個行程結束 一身輕 它租了很多耶 很有誠意的耶 不會吃好好吃喔 我想搭配這個栩栩微風 真的很開胃 好 應該這樣講說 現在的天氣真的也滿適合 野餐的 對啊 海角其實已經幾年了 15年 好 所以那時候為了拍這個真的是 這肯定等於是long stay了嗎 long stay 大概兩個月 你知道我第一次來墾丁的時候是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 坐車來的 我還有你用口的耶 我是第一次來墾丁之前是在高雄 那一次我們 那時候我還是模特兒 然後那時候是在高雄的愛河做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活動 然後所以幾乎所有10的模特兒都在 然後 大家知道高雄離這裡很近嗎 對 所以我們那天就做完秀之後呢 隔兩天也沒事 然後我們就幾個 我就跟幾個學姐講說 不如我們就殺去墾丁 然後大家就說好 我們就坐那種大巴 然後就從高雄一路就殺來墾丁 那時候還住在龍翔大哥 他包子店的樓上 那時候那邊都沒什麼民宿 根本沒什麼民宿喔 然後我們什麼都沒帶 然後我們還去買比基尼 然後買那種一套100塊的 就是那一種你去完海灘 回到房間脫完衣服 寫完澡皮膚還在身上 因為他就硬在 他就硬在身上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好好玩 年輕的時候對不對 又無所謂 然後到那邊隨便就買個直內褲 然後也可以住這樣 真的 真的很開心啊 你這樣野餐好玩嗎 不錯啊 我跟你講野餐呢 是一個非常好聊八卦跟彈性的時間 你現在日文學得怎麼樣 他們在好問的 沒有在學 沒有在學耶 真的啊 對啊 我也沒有學啊 都在講中文的在台灣 所以他學會中文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